原地点踏转晕怎么办 只不过是在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呢 找到了这种旋转当中平衡的窍门 适应了这种晕眩的状态 在做点踏转的时候 双腿要分清逐次 主力腿留7分的力量 动力腿给出去3分的力量 主力腿是为了保持重心 动力腿是为了辅助重心的同时 配合主力腿控制旋转的速度 整个过程当中应该以主力腿为中心 动力腿与主力腿之间是环绕状态 我们来说一下错误的做法 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双腿重心来回转换 这样在旋转的时候会容易造成重心不稳 转的速度提不上来 并且会造成旋转状态不美观 这样是错误的做法哦 第二点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主力腿要微躯微存 动力腿向旁伸出的同时 要保证膝关节自然放松 双腿不能做僵直状态 这样做可以控制身体在一个空间之内更加的稳定 旋转时也可以快慢自如 动力脚每点滴一次 主力脚脚后跟就向前撵一次 错误做法 在过程当中身体来回起伏 这样重心非常容易跑偏 人也会消耗不必要的能量 第三点做技术技巧时一定要有自己内心的节奏 设定一个符合现在能力水平的速度 心中的节奏千万不能够乱 然后随着自己能力的增长不断地提速 要稳中求快 第四点回旋状态的原地转 眼神最好落在肩膀旁边 或者是向后背寻找的感觉 这样可以帮助稳定减少晕眩的感受 等到动作显熟后 眼神就可以自由支配了 最后我们来画一下今天的重点 在原地旋转的过程当中 主力腿留7分的力量 动力腿给3分的力量 这样可以很好的保证平衡 那么第二点 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我们主力腿要有一种下沉存住力量的感觉 动力腿保持一个自然松弛的状态 那么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内心自己的节奏 千万不要乱了章法 那么第四点 就是你在去做回旋状态的旋转时候 一定要注意 眼神千万不要看出去 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落在肩膀旁边 或者是去寻找后背的感觉 这样会大大减少你晕眩的感觉 那么第五点 就是说你在去跳舞 或者是练习什么技巧的时候 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懒惰行为 不管你有再好的方法 只要你懒相信我 你什么都练不成 这个就是你们老师 平时嘴里常说你们的欠练 好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